2021年 沈阳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了315天 较上一年度增加了28天 为历史新高 为巩固空气质量改善的成果 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沈阳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队 结合冬季大气环境问题执法特点 从近日起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 强化涉气污染源监督执法 昨天上午 记者跟随沈阳市生态环境局的执法人员 来到了铁锡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家加油站 检查人员对加油枪出油量和加油枪回气量的比值 也就是企业比的情况进行了检查 检查的范围是1到1.2之间 如果说它没达到这个范围之内呢 我们会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加油站予以处罚 这次这个中石油加油站呢 它的现场监测情况是1 属于达表 本次执法行动主要针对涉气排放污染源企业的 污染防治设施建设运行情况 是否存在未安装不正常运行 污染防治设施或偷牌等问题 以及在线监测设施安装联网运行维护情况 是否存在自动监测数据 弄虚作假或不正常运行等问题 开展执法检查 加大了非现场方式检查 通过无人机和走航车 以及在线监控设施 和一些涉及到红外成像的这样的高科技设备 进一步提升执法效能 对于主动升级置物实施 主动改进工艺减少排放的企业 沈阳市生态环境局将加大帮扶力度 指导企业解决环境治理和管理过程中 遇到的难点问题 对守法者做到无视不扰 对违法者永远利益高悬 本次执法行动将持续到3月31号 记者同号刘超报道